第六章 圣灵与义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一章五节 圣灵与义 十字架做的事与圣灵做的事正好相反 十字架是怎么对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把耶稣当着罪人对待 让耶稣受诅咒 完全践踏了耶稣的名誉 对耶稣来说 十字架是极其不名誉的东西 虽然如今因着圣灵 十字架成了我们的自豪与荣誉 但对耶稣来说 十字架是把他当着罪人的诅咒的木头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房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有的人说 要相信十字架 但十字架只不过是耶稣受识的一个历史性证据而已 并非我们信仰的对象 上帝让我们相信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相信他的名是拯救我们的名 圣经上没有一处经文说 相信十字架才能得永生 相信十字架才能使罪得赦 相信十字架才能重生 相信十字架才能进入天国之类的话语 十字架是诅咒的木头 我们是相信耶稣名的人 上帝把助他儿女的权柄赐给繁信耶稣名的人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我们靠耶稣的名罪得赦免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 靠耶稣的名得永生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靠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主必成就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靠耶稣的名赶足乌龟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靠耶稣的名医治疾病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圣灵因耶稣的名降临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十字架诅咒了耶稣 假如耶稣是有史以来 头一个被经十字架的人 那么人们就不会知道 十字架具有何等的诅咒 但早在耶稣受寻的几百年前 十字架情就已经存在了 十字架是一种公开刑罚 罪大恶劫的犯人时使用的刑具 公开刑罚一般是在 处罚、杀人犯、强盗、强奸犯 等罪孽深重的犯人时 采用的方法 而这种方法中 最残酷的莫过于十字架行 把就算无法分身 也不足以解恨的罪人 钉在十字架上 一滴一滴的流进 他身上所有的水和血 直至死亡 这就是十字架行 斩首之类的方法 瞬间就让人死去 所以不会给犯人带来多大痛苦 但十字架是慢慢把人折磨死的 残酷无比的刑具 家人中若一人被丢十字架 那么全家人都要跟着蒙羞 因为十字架上 一般都会挂一个 使人是某某家族的人的牌子 家人们甚至会阴持而改名幻境 可见所遭受的羞辱与面世是何等大 所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的不仅是耶稣一个人 而是耶稣的全家 同时也要跟随耶稣的人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可以说 人能受的诅咒中 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据说被钉十字架的人中 几乎没有因误判而受寻的人 所以当人们听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消息时 没有人会想到这是误判 几百年间 不少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从来没有一个值得人们同情的人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两个强盗也一同被钉在左右 他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巨人 得不到人们丝毫的同情 夹在这种人中的耶稣 在人们眼中肯定也是个十恶不赦的巨人 十字架就是把耶稣当成这样的人 如今也有人的名义 无辜受践踏的事情 但人们遭受的苦难与羞辱 根本就无法与耶稣的遭遇相比 人本来是罪人 所以遭遇这样的事也不足为奇 但耶稣不仅没有罪 而且只行了善事 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把半条罪名都夹在他头上 最终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 十字架向世界公告耶稣是罪人 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断了气 十字架就是这样对待耶稣的 那么圣灵是怎么对待耶稣的 圣灵将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 恢复十字架使坏了耶稣的名誉 圣灵完全除灭了耶稣所受的诅咒 而且为耶稣辩护 将耶稣得到最大的荣光 圣灵是在收拾十字架搞出来的烂摊子 可见十字架与圣灵所做的事完全相反 领受圣灵的人 现在应该出现圣灵所做的事 一个领受了圣灵的人 如果仅仅被我好高兴 真的好高兴的自我满足陶醉 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圣灵所做的事是什么 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家 年轻的女人撇下丈夫和两个年柔的孩子时了 前来吊伤的人在院子里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 喝酒玩牌 还留着鼻涕的两个孩子 在院子里蹦蹦跳跳 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可能是因为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很热闹 还有很多好吃的 看到他们客人们眼圈都红了 可能都想到女人就这么撇下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走了 领受了圣灵 在乎的却仅仅是自己的心情 这样的人就跟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一个真正领受圣灵的人 就会满腔义愤的想 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主 我们对待十字架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格里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说 是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是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被圣灵充满的人 应该为了恢复 被十字架破损了耶稣的名誉而拼命 十字架 你诅咒了耶稣吗 十字架 现在你有什么效力呢 十字架现在没有丝毫效力 十字架的效力 就在于杀死耶稣 毁掉耶稣的名誉 但如今十字架再也不能这样做了 因为圣灵救了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见证了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是荣光的主 所以主中的木头十字架 在圣灵面前只不过是个装饰品而已 要灭亡的人 不认识圣灵的人 以为十字架直到现在一直在破坏耶稣的名誉 一直在把耶稣捆绑在死亡里面 一直在把耶稣定为罪人 所以他们把十字架的道理看作可耻的东西 但我们靠着圣灵提出异议 十字架果真能把耶稣当作罪人捆绑起来吗 十字架能用死亡捆绑耶稣吗 十字架能永远破碎耶稣的名誉吗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以十字架为自豪 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 十字架是诅咒的木头 连上帝的儿子也是 既然背负了罪 一旦碰到十字架就只能死亡 十字架不是福音的象征 而是律法的象征 圣灵要做的事就是恢复十字架毁坏的一切 领受圣灵的人要付出比十字架更大的热信 来做与十字架相反的事 难道十字架说过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 十字架把耶稣当作罪人 难道十字架说过耶稣是救主吗 十字架把耶稣当作强盗 要问民心的人 只有圣灵恢复十字架毁坏了耶稣的名誉荣光 何强而知 领受圣灵的人要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 在领受圣灵的人面前 十字架没有任何效力 在领受圣灵的人面前 十字架的诅咒丧失了效力 今天十字架不过是个装饰品而已 在有些公园可以看到过去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大炮或坦克 这些都只是纪念战争结束的一种装饰品 有经文说 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以赛亚书二章四节 战争结束后 武器就变成了耕地的农具 同样的道理 因着圣灵杀死耶稣的十字架成了装饰品 教会恢复耶稣被损坏的名义 应该是靠着圣灵 但今天的教会却很少给圣灵做工的机会 耶稣基督只想依靠圣灵恢复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 所以领受圣灵的人要努力与圣灵一同为耶稣辨名 恢复耶稣的名义 不为耶稣洗刷污名的人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基督徒 信仰不存在侥幸 不信就灭亡 信就得救 职分也不存在侥幸 主按照个人所行的报答个人 我们果真是靠圣灵恢复耶稣名义的人吗 是为耶稣辨名洗刷他污名的人吗 我们的见证若是真的 得到的见证的人就会得救 如果我们的见证解除了他们心里对耶稣的误解 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迎接耶稣基督为主 彻底依靠他 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现存圣灵论的错误 大部分都已对这节经文的误解有关 纪理是将身体完全浸入水中再出来的行为 人们可能阴止把受圣灵的洗这话误理解为在圣灵里慌忙的扑腾着 今天许多所谓被圣灵充满的人 总是显出失去理智的样子 他们不仅把被圣灵充满与受圣灵的洗混为一团 更是把受圣灵的洗理解成丧失之我 穿衣服的时候 若最上面的一个扭扣扣错了 那么剩下的扣子再怎么扣好 结果也不会好 问题在于 下面的扣子全扣完后才能发现第一个扣子扣错了 也许圣经就好像扣扣子一样 第一个扣子若是扣不好 其他的虽然都可以扣起来 但最后还会发现问题 同样的道理 因为人们误解了死图行传一章五节的话语 所以对圣灵无法拥有正确的认识 施洗约翰做的事与圣灵的事有相似之处 约翰是预备耶稣道路的先知中最后一个先知 他在约德河里给人施洗的时候 喊着说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天国是指耶稣基督的公式身份说的 天国进了 就是说天国的王进了 天国的王进了 就等于他所治理的国到来了 天国今王的到来是一种进攻 是因为这世界是魔鬼做王的地方 天国进来的消息 对被世界的王压制的人类来说是好消息 但对世界的王来说则是个令他战惊惧怕的消息 因为他很清楚天国的王若降临 自己一直支配的国就无法站稳 所以魔鬼想尽办法要妨碍天国今王的到来 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六个月出生 在耶稣做工的六个月前 开始在约德河边 喊着说 你们要悔改 他这样说 是为了将不需要悔改的那位揭露出来 上帝已经告诉施洗约翰 那位已经来到了犹大的某个村庄 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节 但用人的眼睛找不到那位 假如那位因为是上帝 所以脸像太阳一样大 那么人们一眼就能验出他 但他在外貌上与他人没有不同之处 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所说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无内涯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形为由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再加上 人们认为像拿撒勒那样不起眼的地方 不能出来什么好的 拿撒勒是个极小的村庄 小道只要一说拿撒勒的某某某 就能知道是谁的程度 人们根本不会把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 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人 更有甚者指着耶稣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 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 人们根本不知道无罪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了世上 所以圣灵命令约翰 你把犹太权利的人都叫出来 让他们悔改 需要悔改的人 法利赛人和撒勒该人也来到了施洗约翰面前 但他们却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 施洗约翰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马太福音三章八指九节 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 意味着诚验自己是罪人 上帝曾经对约翰说 一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三节 法利赛人和撒勒该人都认为自己是义人 得意洋洋的来到施洗约翰面前 但施洗约翰没有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面对这些根本不是义人 却装着义人的人群 施洗约翰压厉的赤鹤说 毒蛇的种类 施洗约翰知道 当无罪的大卫 不需要悔改的大卫 人类历史中 空前绝后的义人来的时候 圣灵会降临在他身上 法利赛人和撒勒该人都认为自己是义人 所以看到那些来到约旦河 承认我是罪人的人们 嘴角都挂着讥讽的笑容 那红面孔该会多么可证 施洗约翰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农充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复制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间好火热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那纳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及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窗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马太福音三章七至十二节 后来有一天 人们照样来到约旦河 承认自己是罪人 并受约旦所失的禁礼 就在轮到毫无夹行为由的 拿撒勒的木匠时 意外发生了 圣灵降临在了他身上 这时施洗约翰肯定会羞愧得不知所措 施洗约翰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人 相比之下 耶稣从外表上没有任何地方值得人们尊敬 看到以如此谦卑的样子 来到自己面前的耶稣 施洗约翰该会多么羞愧难当 无罪的上帝的儿子这么不起眼 而在罪恶中生的自己 却如此受尊敬 他的心该会多么战斗 施洗约翰最好给耶稣 施洗约翰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施洗约翰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不需要悔改的那位 这之前他向人们呼吁悔改 是为了寻找那位用人的眼睛辨别不出 唯独靠圣灵的指示才能验出来的那位 耶稣既然来了 施洗约翰就再也不需要呼吁悔改了 在耶稣来之前 从来没有不需要悔改的人 在耶稣来之后 也永远不会有不需要悔改的人 假如在上帝的应许中 除了耶稣以外 还有上未来的不需要悔改的人 那么叫人悔改的尽力 会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无需悔改的那位 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约翰的尸禁 到耶稣那里就拉下了帷幕 施洗约翰被关在狱里的时候 肯定非常苦恼 我该不会看错了吧 不会的 但我跟他在一起三十年 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 他不是我的表弟吗 不会吧 因着这梦幻般的事情 他肯定坐里不安 他才门徒去打听 问耶稣说 要来的那位真的是你吗 马太福音十一章三节 如果耶稣是自己不厌实的人 他的冲击可能不会这么大 但耶稣是与他一同长大的亲戚 他怎么从来没有露出丝毫 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迹象呢 施洗约翰在他身上 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之处 这样的耶稣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 上帝亲自证明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 可想而知 施洗约翰该会多么惊讶 他被架在街里之后 也仍旧在苦恼 耶稣作为极其平凡的人 来到世上 甚至连他的弟弟们都看不出他来 谁又能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呢 约翰福音七章五节 当约翰拒绝施洗的时候 耶稣说 你暂且娶我 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这里说的义 所指的是上帝的义 人们在首见的人亚当里面都成了罪人 如果有无罪的人 那么他就不是属于首见的人亚当 而是上帝的儿子 人类历史中 除了上帝的儿子外 有谁是无罪的 所以证明耶稣是无罪的 就等于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施洗约翰也指着耶稣说 看哪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施洗约翰写出耶稣的无罪 并揭露出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一事实 从此见证了上帝的义 他给他人世的禁礼 是教员悔悔的礼 而给耶稣时的禁礼 是成就上帝义的禁礼 换句话说 是确认耶稣无罪的禁礼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一章五节 这话语的意思是说 就像施洗约翰 现在给耶稣基督施洗 来见证上帝的义一样 圣灵一旦降临 就会给我们施圣灵的洗 来成就上帝的义 约翰通过用水施洗 证明了耶稣不是与他人一样的罪人 而是无需悔改的上帝的儿子 从而成就了上帝的义 同样的道理 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 也是为了成就上帝的义 领受圣灵的人 向他人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让上帝的义 也成就在接受见证的人里面 像这样 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中 同时提到约翰的洗 与圣灵的洗 是因为两者都是在成就上帝的义 约翰的洗在于 发现无需悔改的大位 而圣灵的洗 则在于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显出上帝的义 所以教会一定要领受圣灵 因为教会要做的事 就是成就耶稣的义 有的人领受圣灵以后说 都说领受圣灵好 我看也没什么 还有的人尽管已经说了方言 却觉得自己是在面前说而已 所以就轻看上帝赐予的礼物 说说方言也没什么意思 要想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最好不要为了连耶稣是谁 都不知道的出信着说方言 而眼前让他跟着说哈利路亚 这样开始说方言的人中 许多人后来受了试探 干脆就不来教会 看到这样的人 我心里就想 这样的人还不如不厌识圣灵好 因为领受了方言恩赐 也发过热心的人 若受了试探 他的灵魂就会完全生病 所以让人领受圣灵固然重要 但必须首先让人认识耶稣 但人们却认为 耶稣等以后认识耶稣 先受圣灵再说 我们要知道领受圣灵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人们听了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这话 就仅仅想到 一旦领受了圣灵 心情就会变好 却想不到领受圣灵的人 担负了多么重大的责任 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 就像约翰将耶稣基督显明在世上一样 圣灵降临的话 耶稣应该借着圣灵攻诸于世 换句话说 如同约翰的洗揭露出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一样 我们应该借着圣灵向世界证明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世上的人不关心耶稣 因为他们是罪人 世上的人也不想靠近耶稣 因为他们从耶稣身上 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我们接近的地方 我们要在这样的世人面前 为耶稣辩明 传道是什么 就是为耶稣辩明 为耶稣辩明 从而洗清耶稣的污名 更新人们心里对耶稣带有的不良形象 恢复人们心里毁坏的耶稣的名义 这就是领受圣灵的人要助的事 相信受使并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得救 但我们若不靠着圣灵 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福音就无法被转开 今天尽管大部分的基督徒 因懒惰与不顺忠 而不关心上帝的事 但因为还是存在 特别领受圣灵的人 想靠圣灵的力量做工的人 所以福音才得以传开 我们也真信耶稣得救了 冤灵受圣灵成了耶稣的肢体 成为耶稣的肢体后 我们要助的事就是 恢复耶稣的名义 解除人们对耶稣的误解 在人前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这就是圣灵的做工 教会要想复兴起来 就必须依靠圣灵 但今天教会与圣灵离得多么远 教会是圣灵的仆人 要负责恢复十字架 所损坏的耶稣的名义 但今天许的教会 不但不领受圣灵 反而把领受圣灵 视作神秘主义或迷信主义 我们要知道 教会里领受圣灵的人越多 上帝就会越高兴 从而把更多的事交给教会 领受圣灵的人多的教会 就好像得到五千人的仆人一样 能够得到更多工作的果实 今天有不少人指着教会的规模太大 令人遗憾的是 就连信徒中也存在这样的人 小规模教会 总是需要其他教会的帮助 反正大型教会 可以给其他教会提供帮助 但人们为什么反对大规模教会呢 假如一所教会的主日礼拜要分五次 那就等于同时运营了五所教会 这是多么经济的事 用一个设施 不是仅仅运营一个教会 而是几乎相当于运营五个教会 多么经济 上帝使用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教会一刻也无法与圣灵分离 描述圣灵的教会 算不上上帝的教会 教会是耶稣的肢体 换句话说 教会耶稣是一个身体 所以教会要参与圣灵的事 恢复十字架损害的耶稣的名义 今天教会假如被圣灵充满 赶住乌鬼 赤裸裸的揭露乌鬼的原型 又怎么会发生 试连达牧师与真人 巫婆相提并论的事情呢 十字架 亵渎 诅咒了耶稣 如今圣灵使用的教会要做的事是什么 施洗约翰接着给耶稣施洗 显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把他从罪人 人类中分离出来 更何况是领受了圣灵的教会呢 他们的责任该会多么重大 教会要能够说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没有罪 他今天也活在天上 借着圣灵显明自己的身份 有疾病的人来吧 然后要能够医治疾病 赶足乌鬼 教会不是免强发出哭泣声 歌唱十字架的人群 教会是拥有着靠圣灵做工的责任的联群 人若不依靠圣灵 就无法成为基督的肢体 耶稣知道若不靠圣灵 没有人能成为见证人 所以他对门徒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附所应许的 使徒行传一章是节 他还应许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权地和沙玛利亚 知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有的人主张 圣灵的能力或方人之类的恩赐 是唯独发生在初期教会的耶路撒冷 但圣经并没有这样说 主说 圣灵的做工 不但发生在耶路撒冷 也会发生在犹大 沙玛利亚 知道地级 也不会停止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新约圣经的记录 是在初期教会设立后的 几十年后开始的 虽然五旬节圣灵降临后 已经过了几十年 但圣经的记者们 那个时候也看到了 仍旧没有停止的圣灵的做工 并把它记录在圣经里 教会若没有圣灵的做工 就意味着十支架 扣在耶稣身上的黑锅 仍旧在教会里 我们要靠着圣灵 将耶稣的污名完全刷清 耶稣把自己的性命 交给了能以救自己的那位 而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如今圣灵做的事 就是为耶稣便宁 耶稣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护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圣灵永远直到地级与我们同在 并为耶稣辩护 教会限制圣灵是多么可怕的事 教会不靠圣灵做工 是多么大的罪恶 有人一遇见圣徒 就说别人的显话 给教会带来很大打击 为了建立教会 耶稣留下了保血 圣灵又不断的做工 名为信徒的人们 却坐着摇晃教会 因着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些软弱的灵魂跌倒 最终下地狱的话 谁能对此负责 有的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来到教会 但听到信徒之间互相辱骂的声音 受到冲击 离开了教会 我们要想想 让耶稣用自己的保血 买来的灵魂灭亡的人 最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警告说 信败失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耶稣也警告说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节 圣灵想要使用教会 但教会为什么干犯 不顺从诽谤圣灵 圣灵是为耶稣辩护的宝贵师 领受圣灵的我们 也要成为为耶稣辩护的人 耶稣既然用自己的血买来了教会 那么 教会就应该容绕耶稣 人若受了圣灵的禁礼 就要以耶稣辩命 以恢复耶稣的名义 成就上日益 教会没有圣灵 就好比吃着身子的人一样 我们要用圣灵做礼服 遵盖身子 准备参加主的言习 为耶稣辩护的声音 应该不断从我们嘴里出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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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